開始來上怎麼樣設計CPU 原本我是在這門課裡面設計的CPU 就是一開始就是設計CPU0 也就是各位系統合室的時候所上的那一課 但是後來我發現因為CPU0有三種格式 三種指令格式 很多同學在一開始學CPU0的Vlog設計的時候 他會覺得太複雜 所以後來我把它簡化 就做了一顆MCU0 這MCU0就是微控制器的意思 微控制器0這一顆呢 我們比CPU0更簡單 他有指令佔存器、堆疊佔存器、連結佔存器、狀態佔存器、程式技術器 但是他不像CPU0有16個通用佔存器 他只有一個A 這個叫累積器 所以他幾乎所有的運作都是在累積器上面做的 我們看一下這些佔存器 指令佔存器就是用來組存機器 就是指令的機器 那累積器呢 就是所有的運算結果 統統預設放在這邊儲存 再取出來做加減存 那連結佔存器、狀態佔存器、堆疊佔存器和程式技術器的功能 都跟CPU0是一樣 只是它這一顆呢 是16位元的處理器 所以它的長度就只有16位元 那MCU0的運算碼OP的部分呢 只佔4個位元 不像CPU0是佔8個位元 它佔4個位元 那所以這4個位元只能夠表達幾種指令呢 就是16種指令 這個指令數量有點少 我們很多指令會篩不下 所以我做了一個延伸 當OP碼是0xf的時候 也就是說1111的時候 後面呢 會延伸出後面的四個位元 再做指令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樣 LOD它的代碼是0 然後格式就是LODC C是一個常數 OK 它就會把這個C這個位置的資料 給載入到A佔存器 ST就是把A佔存器存到C這個位置的記憶體面 ADDC就是把C佔存器 把C記憶體的內容取出來 再跟A做加法 再放回A 再放回A 減法SUB的話就是A-C 再放回A 乘法MUL的話就是A-C再放回A 除乎法DIV就是A-C再放回A 這個C都是一個 都是指令在存器HOLD 後面那12 後面那12位元 AND也是一樣 就做AND之後再放回A OR就是說OR之後再放回A EXCLUSIVE OR 就做EXCLUSIVE OR 再放回A 比較比較特別 比較的話呢 它會設定兩個旗標 這跟CPU0很像 N旗標就負旗標 Z旗標就0旗標 OK 它都是比較A和特定的這個C位置 到底誰大誰小 好 跳躍的話呢 很簡單 JMPC就會把程式計數器直接射到C 就跳過去 OK 那因為你看一下這個指令 你會了解它的記憶體位置最多到多大 因為這OP佔4個bit 所以這邊C呢 總共16個位元的指令佔存器 所以扣掉4個bit之後呢 它只剩下12個位元 只剩下12個位元 那也就是說這個C的範圍最多就是0到1023 不是1023是4096 0到4096 也就是4K 比如它的記憶體最多只能夠4K 所以這是一個微控制器 它的記憶體最多只能有4K 所以它非常微小 不能夠用來做真正的複雜電腦功能 只能夠用來做像Arduino那種東西 像Arduino那種控制器就是稱為微控制器 4K 或8051之類的 接下來 J1QC 就是如果等於的時候跳 等於就是Z奇標被設定的時候跳 JLT 就是小於的時候跳 那就是N奇標被設定的時候會跳 J1QC 就是小於或等於的時候跳 那就是Z奇標或N奇標被設定的時候就跳 J1QC Core 這是副乘式乎降 然後 F 這個是一大群衍生指令 所以我們叫OP8 OP8 就是 這個是以8位元的長度來做運算代碼 那這LDI是OP8的第一個指令就是LDI RAC4 就是讓RA等於這個C4 C4是一個常數 NMOVA1就是做暫存器移動 PUSH就是做堆疊推入 PUBAP就是做堆疊取出 SHL就是做左移 SHR 這裡寫錯了 SHR做右移 ADDI做常數加法 SUBI做常數減法 NEG做反向 SWI做軟體中斷 NSW做狀態反向 也就是把狀態暫存器整個反向 RET做返回 IRET做中斷返回 中斷返回跟返回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中斷返回 它不會跳到 它會多設定一個中斷的起表 它會多設定一個中斷的起表 這樣子的話 在中斷又中斷的情況 才不會出問題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設計一顆非常非常簡單的 微控制器所需要了解的指令集 但是這邊只是指令集而已 可是你要了解的東西一開始不需要那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先設計一顆更簡單的 要設計剛剛那一個指令還是有點多的 它總共還是有超過16個以上的指令 所以我們先設計一個更簡單的處理器 16位元的處理器 也是MCU0這顆處理器的指令 我們只設計這幾個指令 一個是LD 一個是ADD 再來是JMP 再來是ST 再來是CMP 再來是JEQ 我們只設計這六個指令就好 各位在設計你期末的處理器的時候 我也建議你一開始先設計大概六個指令就夠了 因為你會設計六個指令的處理器 其他的都是仿照 如果你六個指令的設計不出來 那你要設計30幾個指令的處理器 那反而會讓你搞得一頭霧水 所以建議各位先設計六個指令 那你要設計處理器之前 你一定要先設計機器碼 你要設計機器碼之前 你一定要會組合員 你要先發明自己獨一無二的組合員 你才有辦法設計你的指令級和機器碼 你要設計組合員之前 你要對指令級 為什麼這樣設計要很有概念 我為什麼要用這麼四個位元當作OP 我為什麼要用12個位元當作運算碼的長度 當作常數用來指定記憶體位置之類的 那這些都是有他的考量 有些人可以用三個位元 有些人要用五個位元 但是用四個位元比較好讀 因為顯成是六頸位 那我的設計理念是好讀為優先 所以我們才設計成運算碼是四個位元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組合員是LDI 這怎麼編碼呢 系統程式的東西稍微再回憶一下 怎麼編碼 LD的運算碼是0 OK I在哪裡 I在16的地方 所以我就編成0016 0016 CMP的運算碼是4 OK Case在什麼地方呢 Case在1A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編成401A 所以這一顆比CPU0還要簡單 對不對 同樣的 同樣的 JEQ 它的運算碼是5 ESID的位置是12 所以就編成5012 想清楚吧 再來ADD 大一點 ADD的運算碼是1 K1的位置 K1的位置是18 請注意這是16進位的18 所以就編成1018 這後面的1018是16進位的1018 當然你翻成二進位 很容易就把這個翻成二進位就好 ST的運算碼是3 I的位置是16 所以就編成3016 LD的位置的運算碼是0 所以上的位置是14 所以它就編成0014 而且這一顆為主理器 為控制器 它的格式只有一種 所以後面這個通通都代表後三碼 也就是位置部分 再來ADD ADD ADD的運算碼是1 I I的位置是16 1016 ST的運算碼是3 上的位置 上的位置 是14 14 所以就3014 JMP的運算碼是2 LOOP的位置 LOOP的位置 在上面 在上面 請注意 它LOOP的位置是0 所以就是2000 JMP的運算碼一樣是2 但是ESID的位置是12 所以就是2012 後面這部分不是機器碼 而是資料 資料0就先告成 因為16位元 所以就四個 16禁問 0000 0還是0000 1 有0001 請注意 10就不是00010了 也不是0010 是000A 因為是16禁問 好 這樣子就看得懂 整個組合語言 和機器碼的對應關係了吧 這是我們設計的 MCU0的指令 和機器碼 目前只有六個 MCU0微小版 只有六個指令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東西 輸入到Vlog裡面去讀取呢 我們必須要寫成反過來的格式 這邊呢 是位子寫在前面 但是我們輸入Vlog 其實只要這些機器碼就好 只要這些機器碼 所以還好Vlog後面有可以註解 可以註解 所以呢 我們就用兩條斜線做註解 把它註解掉 OK 那前面這些才是真正的資料 你把註解拿掉都沒關係的 我寫註解詞是為了讓你看清楚 這個對應到的組合原始令和位置是什麼 那這些才是真正輸入的內容 所以把這個寫成0016401A5012 這樣子當輸入 這個我們儲存一個叫 MCU0M.HEX 待會各位一定有人沒有專心聽 然後呢 待會各位一定有人會問 為什麼不能執行 因為你沒有儲存 這一個MCU0M.HEX的HEX檔 沒有放在同一個目錄底下 你在執行的時候 程式就找不到這個檔 然後就會掛掉 然後就一定會有人問 為什麼不能執行 如果你現在有聽 你就知道 是這個原因 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 那我們的程式怎麼樣子去把 剛剛那個機器碼讀進來呢 請注意這一個 在Initial的地方 Initial測試程式的Initial地方 我用ReadM1MH 這一個指令 直接就可以把機器碼 16晶圓的機器碼讀進來 到M這個陣列裡面 所以我們只要用ReadM1MH 一行就夠 所以你一定要有這個MCU0.HEX MCU0M.HEX 否則的話它這一行就會失敗 這一行失敗的話呢 它也不會直接當掉 這一行失敗呢 它會給你一個錯誤訊息 但是它會繼續跑 繼續跑的結果 你就會發現說 我機器碼沒讀進去 我程式根本不能執行 我的程式沒有辦法正常執行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看這個程式實作 我暫時先不講解這個程式實作的內容 我先執行一遍給各位看 先執行一遍給各位看 讓各位有一點概念 那它的結果會長這個樣子 讀進來 這是在讀讀取的部分 接下來它程式碼就開始執行了 那個程式碼執行的結果就是計算1加到10 計算1加到10的結果 你會看到最後 最後 你會看到一個55跑出來 A等於55 這就代表1加到10的結果 已經計算正確跑出來 好 當然我們的畫面絕對不會很漂亮 還有視窗界面 不可能 我們目的是要各位學會這個設計原理 所以你要去解讀這一個印出來的結果 好 那 最後1加到10這邊 1加到10的結果 15 我們放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這一個程式最終輸出的結果 我們把這整段程式碼剪下來 好 放在這裡 我建一個新的資料夾 MCU0 好 我建一個新的資料夾 然後呢 我建一個 MCU0M.V 這個是MCU0微小板 我把它剪貼進去 好 這時候我如果就這樣執行呢 就會出問題 待會應該會有人犯這個問題 再次提醒 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MCU0.V 我就I will log 我輸出到MCU0M 好 好 我們現在編譯出來一個MCU0M 這一個檔案 我用VVP去執行 好 你會發現通通都是差為什麼 對啊 就是剛剛的問題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第一行說error 第一行說error MCU0M.V20 ReadMVMH unable to open MCU0M.hats 所以 第一行 他說20行 這一行失敗 為什麼失敗 因為hats檔不存在 hats檔不存在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hats檔 來 剪貼下來 放到跟他同樣的一個資料角的位置 一定要跟他同樣一個資料角 否則他怎麼知道你放在哪裡呢 好 記得一定要叫MCU0M.hats 別的名字不行 他沒有那麼聰明 只懂得知道你在哪裡 好 再執行一次 有了 55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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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就是正確的執行結果 好 這樣看懂了嗎 請各位先執行一次 仔細看一下 為什麼他可以跑出55 為什麼他可以跑出1加到10的結果 好 那現在開始這裡 是非常 哲學琴 最重要的重點之一 好 請各位 仔細執行一下 好